已经生成了 已经生成了的话 那我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 我放到一个项目下面吧 叫做Java Project 然后我给大家起个名叫 MyBaitis Blog是吧 放在1701下面 好 然后Finish 这样的话我们先把 必要的配置文件和 工具类给它烤过来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先把类部先拿过来 MyBaitis Blog 然后把这个呢 先给它弄进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弄一个 Youtube是吧 还有DB Properties 还有Log4J Properties 还有MyBaitis Config 把这都弄过来 然后刚才我们逆向工程 起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叫Kamu千锋 edu MyBaitis Blog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把它改的标准一点 叫Kamu千锋 edu MyBaitis Blog 然后Youtube 然后把刚才生成的这两个给它拿过来 这不是 不是它俩 逆向工程呢 这呢 逆向工程里面生成的这个 这个和这个是刚才生成的吧 把它复制过来 直接复制到我们这个SRC下 所以说未来你在逆向工程里面 生成的那个包名怎么配啊 就你项目里面你这包名应该是啥 你就在这边配成啥 配完了之后 它当然它不会生成到我们的项目下 它会生成到逆向工程的这个项目下 然后我们生成完了之后 需要将逆向工程里面 对相应的Mapper和PUGO拷贝过来 你自己的手工给它拷贝过来 明白吧 就是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建一个测试用力 看看有没有需要改的 肯定这个地方需要改了 是吧 叫MyBaitis Blog是吧 然后这个叫MyBaitis Blog 然后其他的就不用改了 然后我在测试之前顺便说一句 这个 你看一下这个Mapper文件 我把它打开 比如说Blog点Mapper 这一共多少行 226行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它的Result Map 第一个叫Baitis Result Map 是吧 好 然后接下来这面 那个代码呢 按这呢 比如说刚才你运行了一遍 你感觉 或者是手一抖 又运行一遍 又运行一遍 然后看BlogMapper 是不是整个翻倍了 三大元 对 它整个的这个 是一个追加的过程 你看 Result Map 一直到Update结束 是不是又来一份 Result Map到Update结束 而这种 如果有ID重复的情况 那么在我们这个代码当中执行 它就会报错了 明白吧 所以大家在执行逆项工程的时候 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啥呢 就不要新执行了两遍 什么情况下你会执行两遍呢 就第一遍执行完了之后 有个同学 他忘刷新这个项目了 然后哪去了 在哪呢 然后执行好几遍你知道吧 然后那好几份 然后回头总算 我告诉他 我说你刷新一下 他刷新 看见了 然后他就直接拷贝到项目当中了 然后运行就出错了 明白吧 好了 这个是咱们逆项工程的这个 需要注意的问题 把它删了 然后咱用一下它 可以在这个地方咱建一个test 跟以前一样 然后呢 依然是创建测试用力 叫这个名 在test里面创建这个包 然后咱们创建一个测试用力 叫叫啥 叫blogmypertest test对吧 然后把那个log4接的 那个 那个什么 test的包引进来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测试 先测个啥呢 先测一个那个 工具类拿过来了 拿过来了 先测一个 先测一个最简单的删除吧 public 然后wide test delete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相关的代码 给它拿过来 叫啥东西 叫这个是吧 删除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包引一下 引一下之后 这个地方 咱们就可以用啥了呢 点 delete 看看 by primary key 看见了吧 然后比如说 我们要删那个 id为31的这条记录 你直接就可以用了 明白吧 对啊 就这样 很简单 然后所以我们测一下 是不是没了 这是删除啊 然后删除你有了 你可不可以测查询呢 可以的是吧 test select 哈哈哈哈 学了一天 感觉白学了 哈哈哈哈 然后接下来 这地方啊 什么 select by primary key 是吧 然后还有啥 一肯定是有了 然后 给它生成一个对象 叫blog 这个 这个是逆向工程生成 对 它还继承了 实现了 serializeware接口 是吧 其实逆向工程生成的 这东西 我不建议你改 但是 我给它写一个 突词准方法 方便一些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 是不是查出来了 啊 这是查询哈 然后还在测一个增加 增加用这个 pass insert啊 然后增加的话 这个是 点 就直接insert就行了 你看是吧 insert呢 就是 你插哪个 它就 第一个 咱们先主要看最简单 这个 然后blog 嗯 sit title sit title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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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一下 是吧 就写完了啊 然后接下来 这是insert sit title 还有啥 还有啥 增刷改是吧 还有个update sit title 然后blog 然后blog sit一个 sit id 比如说我改 比如说我改 那个谁啊 我改这个 29吧 行吗 啊 改29啊 哎 等会啊 顺便看一下 刚才的insert语句 它对 它就是这种 就全都有 所有的列都有 无论你是设置没设置 你要没设置 我的值就给你复成呢 明白吧 就复成它的这个 就是那个默认值啊 然后所以这个sit id 我这是29 然后我这个 把29改成这个啊 好了 运行一下 修改 然后这个是update update by primary key 是吧 用这个啊 然后把blog 放进去 然后它就会根据29 以及29设置的这些属性 把这些属性改了 是吧 啊 所以 好 修改了一条记录 这改了 是吧 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 没改的 变成none了 比如最开始 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所以你看一下 它生成的sicle语句 就是把没改的 也给制成到了 全都有 是吧 那这咋解决 它也给我们提供了 接口啊 一会儿我们再说 所以现在 咱们这个增删改查 最基本的 是不是就都有了 啊 然后再说一下 关于刚才这个问题啊 就是 呃 没改的 就是我 我没设置的属性 我怎么让它不改 所以这个呢 叫什么呢 叫这个啊 update update by primary key 然后selective 看见了吧 啊 update by primary key selective 这样的话 就是只有你设置的 我才改 你没设置的 我就通过动态sicle 把它怎么样 就摘出出去了 把那个列 所以呢 我们来改一下28好吧 改一下28啊 然后selective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好 这边改了 然后并且看seql 是不是只有设置的 它才进行修改 没设置的 没进行修改啊 啊 这个是update selective 好 这个是 然后接下来 insert selective 是吧 insert selective 就跟update selective 是一样的 明白吧 我就不给大家测了啊 然后接下来 每一个选项 就是无论是增 还是删 还是改 还是查 都有一个啥呢 都有一个这东西 看一下啊 就是你看 无论是select 它有一个叫什么 by example 对吧 还有就是update 是不是也有 by example by example selective 这版本的 还有insert 是不是也有 没有啊 然后这不用有 它没法查 插进去嘛 还有delete 是不是都有by exampl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xample怎么用 好了 那我们要创建一个啥东西 要创建一个example 类型的对象 那这个example 你看是啥类型的 是不是就刚才 咱们那个 什么blog example啊 那这个东西咋创建呢 我们这么创建啊 我们创建一个 这么个东西 就是 看一下 等于哈 new blog example 然后根据这个blog example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对象呢 叫creatureial 这么个东西啊 这个creatureial 你注意啊 它是当前的这个example的一个 静态内部类 所以大家在写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最好是把 它前面的这个 外部类的名字写上 因为你保不起 你在一个方法当中 你还在写什么 author example里面的creatureial 那它那个类名 是不是就冲出了 所以把它前面的这个也写上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拿到了一个什么呀 creatureial这么一个对象 好 这样的话 拿到这个creatureial 这个对象之后 你就看你点一下吧 啥都有 and the author id between and the author id equal to and the author id greater than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author id in is not is not none is not less than less than or equal to not between not equal to not in between 什么 equal to greater 反正都有啊 每一个列都有这么一套 看到吧 每一个列都有一套 所有的都有 查吧 模糊查询 那就是 and title like 我看它这个动态色口里拼没拼那个东西 这个是吧 blog是吧 搜一下有没有改方号啊 没有是吧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得在外面写 是吧 嗯 然后 and title like 比如说 oh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拼出来一个 就是查询条件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放在这儿 然后select by example add cast to blog 啊 不对啊 list 好 完事 明白吧 所以这个是by example啊 那所有的刷改查的那个by example的这个example都这么用 啊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主要看它拼的circle啊 是吧 跟我们那个是一致的啊 这就是逆向工程 但是逆向工程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啥 它只能针对单表操作 好 好 好 assistance